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城 人文会萃 在上海人对饮食的文化 尤其是讲究 不只在中国饮食文化上 占有一席之地 甚至飘洋过海来到美国 也深受老中以及老美 陶客们的喜欢 今天的东森美食任务 美食记者叶洪志 就要带着观众朋友来品尝 来自实力洋行的上海好味道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任务 今天的美食任务要吃 上海风味 没有错 就是要吃上海菜 本帮菜的意思 本帮菜又叫做家常烤菜 我们今天特别学的这间店 小巧精致里面却大有学问哦 到底也是吃什么 一起去看看 看飞美名虾伴着酒酿 在特制的上海红酱中翻滚 香气十足 煮出快手调味 翻炒两三下 味道再升级 配上与鼎泰风同级别的特制淡面 以及八小时自然熬煮的汤底 这干烧米虾面上桌 就是妈妈祖传下来的好味道 我们的面汤都是高汤的 我们用猪骨 鸡骨 还有一些蔬菜熬制八个小时的 所以会很健康 而且我们是没有味精的 虾是用大虾 然后我们的调料 是用我们自制的酒酿 我们的面是新鲜的淡面 是很Q的 然后有一点微微黄 我们是特意找厂家去订这个面 很多客人来我们这边都说 我们的面是不会黏牙的 但是还是很Q 坚持厨艺摆第一 这次主厨把一条条新鲜鱼片下锅 有锅里扑子扑子 巧妙展现火候功夫 恰好把面皮撑到最大 薄薄一层锁住鲜嫩鱼肉 就是外酥内软的台条鱼片 我们的台条鱼 其实用的是龙利鱼片 它是没有骨头的 然后它上面会撒一层葱花很香 所以老人小孩子都适合吃 而说到拼厨艺 几乎上海人都知道的名菜 酒黄扇虎 主厨为了让东森新闻拍到真功夫 故意不放酒黄快炒 清楚呈现扇鱼的透亮和酥脆 再加上独树一植的鱼香油 更是满是扑鼻香 它是用扇鱼丝 还有那个新鲜的酒黄 扇鱼丝我们会切得比较细 所以老人家也可以吃 比较方便 它也不会辣 然后小孩子 一般过节很多人吃辣 留住上海妈妈传下的正宗风味 也考量到健康 静一剔透的蟹粉海鲜丝瓜压 有不惜成本空运来美的上海蟹粉 配上当地新鲜丝瓜清凉解毒 哪怕顾客菜餐点也吃不腻 吃起来得很爽口 因为我们的丝瓜都是非常新鲜的 客人反应也很好 因为我们的蟹粉 是大杂蟹的蟹粉是空运过来的 在洛杉矶婉转上海厨艺 更挑战主流人士喜爱的四川辣味 炒丑丁 展现酥炸和快炒的手艺 更增添一股香辣味 而披波肉香烫之多的上海生煎包 怎么做 就是今天的主厨小秘诀 我们的生煎包有两种线 一种是牛肉 一种是猪肉 我们都是用发面做的 所以比较大颗 然后我们上面会有芝麻跟葱花 当你煎出来的时候会很香 所以观众朋友们 不论是上海的生煎包 还是台条鱼片 甚至是九黄珊瑚 都有浓浓的上海风味 因此小店也能出大菜喔 所以今天的美食任务 成功 好吃在哪里 吃什么看这里 斗森新闻带您吃遍 全美最受欢迎的餐饮 各种不同风味的主厨料理 将近独具的美食创意 以一料你大饱口福 新锁定 斗森美中新闻 美食任务系列报道 最受欢迎宁准备 小店 金 最受欢迎售